张柏芝含泪抱孩子生父,竟然不是谢霆锋的,这下谢霆锋要哭韵了? 张柏芝跟谢霆锋还有王妃三个人,每一次只要其中的一个人那两个人就会被提出来。 三个人的恋情比较曲折,张柏芝跟谢霆锋拍摄《无极和老夫子》两个人日久生情,最后两个人奉子成婚。 可是,张柏芝被曝出于陈关锡的燕照门,一时间关于孩子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成为网友议论的焦点,面对网友的争议,谢霆锋选择去做亲子鉴定。 开始亲子鉴定这件事,谢霆锋和迪波拉抱有不同的态度,谢霆锋十分愤怒地说,这是自己的孙子绝对不会有错的,并且坚决反对谢霆锋带自己的孙子去医院做亲子鉴定。 可是迪波拉却很担心,面对外界的言论十分想要弄清楚这个疼爱有嫁的孙子到底是不是自己嫁的。 最后张柏芝含泪说出,这个孩子不是陈关锡的,是谢霆锋的。 张柏芝说这件事情都怪自己,最后选择和谢霆锋离婚孩子由张柏芝抚养,虽然张柏芝已经跟谢霆锋离婚但是谢贤一直承认是她的儿媳妇。 而陈关锡当年那件事之后就退出娱乐圈,而且接受采访时候说谢霆锋和张柏芝离婚和她根本无关,全是因为两人的感情破裂了,才会离婚的。 现在的陈关锡跟超模秦淑培结婚并生下了可爱女儿。 孩子竟不是谢霆锋的?张柏芝含泪抱孩子生父。 现在两个孩子慢慢长大越来越像谢霆锋,看来当年的事情就是炒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